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公司第46届技能竞赛 5号在高雄训练中心圆满落幕 共计有914位的员工同台竞技 技能竞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经济,传承技艺 借由竞赛过程,老干新知,交流切磋技艺 以便将公司核心技术与工作典范有效传承 提升台电公司整体竞争力 为台湾定义的永续经营与发展,垫地更稳定的精础 技能竞赛可以说是台电的运动会 来自全国各单位的好手云集 老干新知在竞技场上切脱技艺 今年第46届的技能竞赛 项目包括团体组6类与个人组24类 共有914位的员工参加 其中女性选手就有33名 与男性选手同台较劲争取荣誉 有69个单位由914位选手来参加这个竞赛的活动 那么在这个竞赛的场合里面 所以我们台电的输电、配电、便电、核农 这些属于我们核定技术的领域 我们来竞赛之外 我们主办单位公司也非常注视 我们在这个创新研发这方面的表现 今年竞赛主轴定调为创新精进 传承竞技 除一般传统的赶上作业 科技自动化也纳入了竞赛项目 展现智力技术创新与国外潮流接轨的决心 此外还设置了配电作业危害体感设施 开放外宾体验 以及配电模拟事故抢修情境示范 提高竞赛活动的逼真度 民国58年起 台电公司借由每年的电力工程技术竞赛 来传承核心技术与工作典范 并落实工作安全 期望贯彻诚信关怀创新服务的经营理念 为台湾电业的永续经营与发展 奠定更稳定的基础 林佳慧张志荣高雄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黄瓷 较 音 doctr 靠 母